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来到小安美食馆 朋友们,面条不要带白水煮啦 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个面条超级好吃 开油油下饭的做法 好吃到你舔筷子哦 故意吃上三大碗都不过瘾 特别的好吃,非常的下饭 做法和用料都特别的简单 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先来选用面条 用这种湿面条 这种面条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筋道爽滑 要比成大的面条好吃很多 接下来准备一点辣椒 青辣椒 还有几颗红椒 这个红椒的口感吃起来比较辣 和小米辣一样 不能吃辣的朋友们,少放一点 用手搓搓,把辣椒洗干净 辣椒上面有很多的灰尘 所以呢,把辣椒清洗干净 这样吃 洗干净的红椒切成小圈 辣椒圈切好以后装盘 青椒也是一样切成小圈 青红椒搭配不光好看 味道吃起来也更好吃 切好以后和红椒丁放到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点葱姜蒜 小葱准备几颗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放入小盘中备用 大蒜多准备几颗 先把大蒜切成薄片 蒜末多的细一点吃起来会更香 就算是不喜欢吃蒜的朋友们 也吃不到蒜的颗粒 放入小盘中备用 生姜一小块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改刀把生姜切成细丝 最后改刀把生姜切成姜末 如果觉得姜末不够细腻的话 可以再剁一剁 姜末放入小盘中 碗中打入6颗鸡蛋 加入一点白醋去腥 用筷子搅拌搅拌 将鸡蛋打散 打成细腻顺滑的鸡蛋液 打鸡蛋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要偷懒 可以多打一会儿 多打一会儿 打出来的鸡蛋液 特别的细腻顺滑 无论是炒鸡蛋 做鸡蛋钩路特别的好吃 复长的嫩 打了两分钟左右 鸡蛋上面起小泡泡 而且拎起来 蛋液成流腺的状态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蛋液特别的细腻顺滑 无论做什么都好吃 锅热以后加入油 油热以后把锅端起来 滑一边锅 这样在炒菜的时候 不如干锅 特别是炒肉炒鸡蛋的时候 一定要滑锅 油热以后倒入蛋液 蛋液下入锅中 用筷子不停的翻拌 刚下入锅中翻拌出来 蛋液是小块的 滑鸡蛋的时候 需要用小火滑鸡蛋 小火滑下来的鸡蛋 面都不会老吃以来 特别的嫩 非常的好吃 把鸡蛋碎盛出来 准备一个小碗 调个料汁 豆瓣酱三大勺 一勺白糖 增加一下口感 13香半小勺 再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用勺子搅拌搅拌 这样就调好了 今天偷懒不洗锅了 再加入一点油 油热以后 下入葱姜蒜爆香 多炒一会儿 炒到葱姜蒜的香味 炒香到这一步 看似简单 其实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多炒一会儿 把香料里面水分全部炒干 这样适应来味道才会更好吃 炒好以后 鸡蛋碎倒入锅中 翻炒出鸡蛋碎的香味 再把添好的酱倒入锅中 多炒一会儿 翻炒出酱香味 炒香以后 辣椒倒入锅中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请您用花大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支持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所有家人的支持 谢谢大家 翻炒30秒左右 炒至辣椒断生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水烧开以后 下入面条 用筷子迅速的搅拌 防止面条粘黏 面条煮了两三分钟左右 熟透就可以捞出来了 面条捞出来放入水中过凉 过凉后的面条吃起来更加的筋道爽滑 特别的好吃 拉入大碗中 再把我们炒好的鸡蛋酱倒进来 哇 太美味了 用筷子搅拌均匀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搅拌的时候一直咽口水 味道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太太今天又要长胖二斤肉了 多吃两碗饭 鸡蛋酱面条 估计很多朋友们都特别的喜欢吃 我也是一样特别的喜欢吃 每次做鸡蛋酱面条 我都要吃上好几碗 真的是特别的开胃下饭 手工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的好吃 筋道又爽滑 越吃越香 特别的有嚼劲 入清以后天气慢慢的转凉 不要再吃冷面了 试语这款鸡蛋酱面条 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 特别的好吃 开胃下饭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做一下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诶 快点 别说 一面都不香 这鸡男拼面条 是绝配